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渴望脱离 罪恶和肉体瑕疵的生活 第一个讲到我们真的认识 恨恶罪和肉体这个可怕的诠释 我前面已经讲了 我猜这边就是一个总结 撒旦那边永远是一个living power 它是一个活的力量 它不是只是我们犯罪失败的一个行为 它是一个诠释 它不会放你的 它是一直挟制我们的 所以仇敌的魔鬼像吼叫的狮子 它要吞吃我们 第二个 我们需要随时彻底认罪悔改 来脱离它的挟制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所有知道的罪 一定要立刻很认真的去面对它 决定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它像癌细胞一样 你只要同情它多留一点 它一定长 它一定蔓延 它一定带来更深的伤害 不要叫圣灵担忧 所以加拉台书第六章告诉我们 不要自欺 神是欺瞒不得的 你不要以为没事 那是自己欺骗自己 你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 你不要以为神非圣前 收人无过就过去了 不要去骗自己 不要去卖自己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所以我们天天其实都在种 天天都在种 其实也都在收了 很多人今天家庭很痛苦 或是自己问题很多 或是属灵上垮掉了 弟兄姊妹 你不要去怪眼前看到的人事物 这都是因为我过去怎么种 我今天已经在收了 然后你的余生还要继续这样子吗 你如果希望将来要有更好的属灵的 蒙神祝福的 在新造生命里的收成 你今天就要怎么摘 要怎么收 先要怎么摘 对不对 你种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 是一个不能侵慢的法则 所以有罪要立刻 不仅要承认 要悔改 所以我常常讲的一句话 Anytime you can make a new turn to God 不是说我只是承认我错了 而是我需要有一个回转 一个完全不同的回转 这个叫做悔改 当我真的悔改归向神 我这个时候就能够在这里 依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和内住的圣灵 这一部分我们将来 在ND其他的课 讲到认识圣灵 经历圣灵的时候 我们会再比较细的 再去讲它 但是我们在这里 就是集中在 基督已经来了 十字架已经解决了 我们的问题 所以罗马书第六章说 已死的人是脱离的罪 是借着死 你不可能借着胜过 圣经上很少讲 得胜罪 胜过罪 都是讲脱离 罪你越去压它 越去跟它挣扎 它越活 特别这种欲望的 本性的东西 我要压制压制压制 它就更活 而是借着脱离 那怎么脱离呢 已死的人是脱离的罪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 我们与他同定十字架 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 我们就在复活的形状上 跟他联合 肉体也是这样 加拉太书第六章 讲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的旧人 与他同定十字架 使罪生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 是脱离了罪 而到了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 反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诗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所以消极上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架 我们脱离 而积极上 我们借着内住的基督 内住的圣灵 让我们行在圣灵中 英文是说 Walk in the Spirit 最后一节 罗马书八章十二节 十三节 也是太重要了 我希望我就只好念完 结束它 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 千万不要说我没办法 我拿我没办法 我就是这个个性 我虽然脾气不好 但是至少我是很直肠子 我虽然黑 但是还是秀美 你给自己肉体留地步 给自己找借口 你不会胜过它的 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 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所以有人说 这一次的疫情 发现真正要拼的 要在乎的 不是你的学历 学历没有用 也不是你的财力 有钱人一样死 也不是你的权力 当官的一样死 要在乎你的免疫力 那我们今天基督徒 也是一样 不在乎你懂多少圣经 你自己信主多少年 也不在乎你救了几个人得救 在乎是在乎我们 新造生命的生命力 到底基督的生命 圣灵的能力 在我们里面 是不是持续地成长 这是我们胜过罪 胜过肉体 不是 我们脱离罪 脱离肉体 能够活出基督的 唯一的一条路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 并他定死之下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